你们过来看看 吴代勇烈士 之前也是我们站里的消防员 跟你们年纪差不多 非常年轻 非常勤快的小伙子 有一天我们辖区 一个小区的业主报警 说家的窗户外面 接了马蜂窝 住在十五层 那天就是大勇出的警 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 大勇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从那件事情之后 从站里到上面 一直强调安全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大勇用生命 给我们换回来的经验和教训 是不是觉得 为了捅一个马蜂窝 而牺牲 特别地不值得 那个业主也非常后悔 一直来站里跟我们道歉 但是能怪他吗 人家只是过来寻求帮助的 但反过来说 也不能怪大勇 因为大勇已经做了该做的 所有安全措施 他也只是想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所以这么多年 我们站的装备 设备 包括训练方式方法 一直在不断改进 不断提升 为的就是安全 为的是保护我们每一个人 很多人 包括你们在内啊 都觉得消防员 是浴火英雄 但是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面对的 不只是火灾和爆炸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 铜马蜂窝呀 取戒指啊 都是这些生活琐事 所以我们的工作呢 只能更细心 更细致 才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需要帮助的人负责 归根结底一句话 做消防工作的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